第五 吹水到機場 早晨早晨 機場的街幫大家好 現在是清晨5點15分 倒塌這麼早來到機場有什麼搞的 真是很開心 馬來亞春色 距離上次土耳其旅程也有幾個月 真是忙足幾個月 今次又很開心 再見明安一個馬來西亞旅行團 自費再見 有些急趕 今早有點不黏醒 我們先去尋找一個領隊 大家不要介意 因為我們剛剛還沒睡眠的樣貌 我開了鼻眼 都要戴上口罩 至於旅行團的資料 我就放在備刷欄 可以看一看 少許簡介 雜合地點在市區 雜合地點在市區 在閘口走進來就看到市區 今次真是聰明 聰明 坐國泰 我們大約坐8點15分 CX723去吉隆坡 今次又相當期待 第一就是住一些高腳屋 第二就是過去探望一些朋友 現在就異話不說 先找一個領隊 領安的領隊很容易認 紅衣的就是 認住這個牌 今天厲害 只是馬來西亞都有三團 日本有一團 中環球也有一團 同領隊報道之後 我們就要 進速排隊自己聰明 一早已經有這麼多人 好像來到機場都是很開心的 一早就碰到幾個團友 我以為是在一起 原來他們去韓國 我們就南下 全程都排了約10分鐘 行李就只有1件 用了大約5分鐘 拿個位 整體都上算順利 因為國泰都開了十幾個counter 效率都不錯 拿了位之後就找回領隊 他做了一個很簡短的P匪 現在就準備入閘 距離上次去馬來西亞都有十幾年 上次都是跟永安 我又很記得馬來西亞旅遊節很便宜的 在將關道東廣城排隊 一個價錢全港狗旅行社都有 唯獨永安住高腳屋 那次都是玩得相當之開心 還有很有紀念價值 那時候很肥的 還在高腳屋拍的照片 現在一早有什麼好做 要不可以先吃個早餐 要不可以過關 真的想不到 一早都有這麼多人 我們那個航班閘口就是 CX723吉隆坡68個閘口 由下的士 這樣進到來 即過了關 裡面的餐廳 全程都用了約40分鐘左右 但是過了關之後 餐廳開就不是太多 那是有個都爹里會館 那邊呢 那邊呢 過那邊看看 那過來這邊 那邊 大部分的食肆都沒有開 那唯獨是這間大牌場路 那如果大家想吃東西 都是預早一點點來 那未過關前 那邊那個客運大樓 就比較多選擇 買飽單樓 茶餐廳都有 那邊就真的比較人多 那由於人實就太多 那我就放棄吃個早餐 那利用這段時間 就慢慢走去我們的閘口 那六十多個閘口 那應該就要坐一個站 但是現在又時間充熱 就慢慢走一下 那馬來西亞吉隆坡 那都曾經去過兩次旅遊 那這樣第一次去就是跟星神 那第二次去就十多年前 就是跟永安 那馬來西亞對於我來說 那印象相當之好 那首先是熱帶天氣 那我又很喜歡去一些阿熱帶地方玩 那第二就是馬來西亞的風土人情 吃東西 那馬來西亞的居民很熱情 那在我自己的頻道當中 在亞洲來說 那馬來西亞是第二個多訂閱的國家 那我又很感謝一眾馬來西亞的粉絲 那可星星終於都來了 那現在的機場又真的重拾昔日的犯話 距離上次這麼早來機場 都有六七年時間 為什麼記得這麼清楚呢 當年小弟剛剛開台 我第一條影片上載Youtube的 就是機場當日早機 內容是說什麼呢 是說我坐印度航空 但是不是去印度 我坐印度航空去韓國 你說好笑不要笑 那條影片是我第一條上載Youtube 但是就很不幸又被小弟一些很低級的錯誤 就刪除了 大家就沒辦法看得回來 但是也不要緊 我第一條影片我都是講旅遊的 當然我那些檔室路由機 當然沒有太多人看 然後我又煮食 想不到這樣 隨便便煮這麼多人看 這次就相當興奮 因為坐國泰 小弟出去玩都是很少坐國泰 記憶所及都是不到三次 由一號走到三十幾 這裡整體的area都是國泰的大本營 那我就要走到六十八 對於我來說 早上又當是做一下神運運動 慢慢走一下 來到機場有一樣東西很重要 但大家聽一下 帶著一個熱水壺 你不要裝水下去 過了關 下到這裡有水針的地方 你才針一下熱水 帶著一些咖啡粉 我最重要是杯咖啡 吃東西而言我不是吃很多 如果一些老人家長者 我強烈建議都是 像我這樣帶個熱水壺 和帶一些乾糧 你碰巧餐廳多人 趕時間喝 有些餅乾 有杯咖啡 已經定得住 因為一會上飛機 都會有個早餐 來過馬來西亞兩次 去過哪個地方玩呢 印象深刻就是高腳屋 迪神港那邊 但這次又不是迪神港 這次在吉隆玻璃邊 我自己都很期待這間高腳屋 之前會去過雲頂 又去馬六甲 這次也是會去馬六甲 也是期待當中 這次最重要就是 會過去探個朋友 中間會有一天來團探個朋友 慢慢走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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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號那邊慢慢走過來 中間又喝水 吃了一塊餅 用了大約20分鐘 看到我們今天的航班 一早來到閘口 有什麼事做 搞一下電話卡 我什麼時候都說電話卡 當然是鴨技最強 今次我每次出來都會買多一張做試啤 今次買了大張這張就50元 小張這張就30元 兩者有什麼區別呢 50元這張 香港的數據會多了一GB 多了一GB 是很重要的 我們在香港就已經可以插了這張卡 測試一下可以不可以 有時候出去玩 如果你去到當地先換一張卡 有時候設定又不知怎樣 又不知用不用到 會有點擔憂 旁邊這張 香港就沒有數據 這些貴就貴了 大張這張是香港出的 我用完才講一講這些錯誤報告 剛剛搞了兩張電話卡 那貴的那張 香港CSL 要做一個實名登記 登記也是很簡單 如果機場有Wi-Fi 進去他的網址 就檢查你的身份證 重新啟動這部機 就可以了 至於便宜那張 要去到馬來西亞 才可以用 終於到相機時間了 正在看 在出來的電話卡 到處逛逛 一個多小時 其實很快 現在相當之期待 馬來西亞 飄來榴槤飄向 每一次出發 走登記橋 都是一種莫名奇妙的興奮 更加興奮就是上機一剎那 剛才就找個位置坐下 坐下之後各泰就是各泰 因為座位就相當寬敞 這輛A330空中巴士 我很喜歡這個座位 中間有四個座位 旁邊有兩個座位 這些座位就相當舒服 因為給三個座位的座位 你出入的話會比較方便 上機也要留意一下 徒生指示 乘客就如貫入場 去到吃早餐才和大家聊聊 發生了一些突發事件 飛機飛不到我們要轉另一班機 現在整天都要下機 很突然 等了三十分鐘 現在就要全部下機 原本是8點15分飛 現在就去另一個閘口 10點鐘再飛 下了飛機之後 現在我們走到61號閘口 上了飛機再換機 人生當中是第二次 第一次幾十年前在桂林 那次因為大霧不能飛 等了很久 上完機又下機 上完機又下機 這次又壞飛機 幸好就走到旁邊上機 但是整體行程 就被他延遲了差不多 一個小時45分鐘 除了飛機延遲也試過飛機飛不到 曾經有兩次 一次就在北京機場 去到機場才知道那班機飛不到 航空公司就在機場附近 就找了一間酒店 就給我們住了一晚 哇 那晚就真是精彩了 下去吃那個自助餐 真是 哇 有人用手拿 就是瞇瞇瞇在目 第二次就是去韓國 凌晨機飛不到 但是航空公司就一早就通知我們了 你就不用一早凌晨去機場 通知我們早上早才去機場 這個安排都不錯 還有一些計碼送給我們 現在就走著走著到了 就來到前面 61號閘口 這樣就看看我們的機場 現在又在說轉機的事宜 新的航班就在這裏 我們的行李就正在上 那一會兒就去到飛機餐 才去跟大家聊聊 飛機 飛機最終是10時45分起飛 那一聲就弄到倒閉看看 那又是吃早餐的時間 這樣看起來兩份都一樣 其實是不同的 通常都是一中一西 西式是甚麼呢 一個全日早餐 中式早餐真的很開心 我的自愛 豉油黃炒麵 坐飛機最棒的 當然是看著周星星 我先吃豉油黃炒麵 那我就先吃一下 那一下飛機一撒那 莫名其妙地興奮 那一出到來 哇很多人 那找回我們的領隊先 那馬上上個裝 真的很開心 終於又有一個熱的感覺 真的超級興奮 那現在就跟著領隊先過關 剛才那些團隊說 戴帽很奇怪 那樣子 來到熱帶的地方 那當然要戴帽很開心 那現在就 現在就先跟著隊頭先 那我們都是要坐一轉那些 啊 不知道是無人駕駛列車還是甚麼 要坐一個站 無論是有幾肉酸都好 我們這些樣子都是要靠道具賺錢 那一出來 有一張電話卡就在香港的機場設定了 另外一出來 一出來 什麼都不用處理 就直接可以用 即是便宜那一張 那便宜那張便便宜那張便宜那張便宜那張便便 很方便 這出來坐巴士 好久沒有坐過這些巴士 坐這些巴士有一個很特別的感覺 記得上次坐就已經在香港機場 坐這些巴士就直接去上機 很特別的 好像去柬埔站 拿齊行李 我們永安有兩團 我們這團的團友有18個 說回國泰航班的飛機早餐 我自己覺得相當不錯 但我旁邊看到他就說 吃這麼多次飛機集合最難吃 這一頓 現在我們就出來找導遊 終於踏足吉隆坡機場 看導遊在哪裡接我們 好像一個美男子 終於出來了 總數用了多少時間 大約30分鐘左右 這次來馬維西亞 事前是不需要做任何的網上登記 甚至乎在飛機連填入境的一張紙也不用 就這樣給一個護照就可以直接進來 好像比泰國更方便 那現在導遊就在這裡 和我做一個簡單的批評 因為航班延避了 我們中午飯我們就沒有吃 現在就好像載我們出去做個下午茶 至於唱錢的方面 領隊早兩天都會傳了資料給我 你都不需要在香港唱定 過來和導遊唱就可以了 那我都沒有唱錢的 過來和導遊唱吧 每次去到這裏上車一剎那都是很期待的 雖然說每次出來玩都是兩個小 有些什麼小 少些比較少計較 但是希望就不要坐在這裏上車 17位聯友 有些牛口的 原來帶我們去機場底下的食材那裏吃了東西 怕我們餓 現在就二話不說 吃東西都要唱喘的 那我們就先唱錢吧 那我唱了1000元港幣為510元的馬來西亞錢 那現在就先吃東西 那美食廣場都是琳朗滿目的 那琳朗滿目的花多雅煉 那麽有些什麼好選呢 三宋飯合不合呢 因為想不到機場都有三宋飯吃 相當吸引 那三宋飯不合吃又怎樣呢 車仔麵、火鍋、臨浪滿目、任君選擇 那怎樣計算呢 看價錢 那我們又夾一碗吃 吃一點點東西 撿了一份,未知多少錢 那是積錄的 不適合吃都不要緊 醬料就任你配搭 那我就選了一個油麵 那又不是說太餓 而且在這裏吃油麵搭米粉一起錄是相當好吃的 那我等了5分鐘都不用 那本車仔麵就呈現了在前 那更多配料,買了多少錢呢 那我絕樣絕樣打下去 那21.3馬來西亞紙就為37元左右 那就是30多元 那我就先吃 那很開心 又遇到一些網友,同團一起玩這一種緣分 那很多網友說 哇,你們兩個人吃一碗更省皮 那有所不知 那我剛才飛姐吃了很多花生 不是郭太韓那些包裝花生這麼好吃 吃了很多 還有我們今晚回到度假村 今晚吃自助餐 那又吃一點點東西 那叫做浪客的肚子 那剛才唱錢 那這樣導遊唱 有1000元唱 500元 但是有些團友在上高機場唱 就唱多少呢 大約480元 那我就… 那我就… 那我就按回公共的兌換價 如果我們在香港唱,大約唱560元左右 但是這個導遊唱給我們 我覺得都是OK的 還有,如果在機場吃東西來說 這裏的價錢就不算貴 那,早上碗麵了 三十多元 那一枝可樂都是5元馬幣 那一枝可樂是8.9元左右 那我吃完就出發了 再上車了 那至於來馬來西亞的攻略 那第一集又詳重講解 去水道馬來西亞 各位吉隆坡的街坊 馬來西亞的街坊 大家好 那剛剛在吉隆坡機場的美食廣場 吃完車仔麵下午茶 那這樣就正式展開 我們馬來西亞吉隆坡的行程 那這樣有看我上集都知道了 那航班就延遲了一點點了 那這樣就導致 一會兒回去度假村就會晚一點點 那這一集就真的頗為相當精彩 因為這個度假村住水中高腳屋 好期待 還有今晚也有個自助晚餐 那整個自助晚餐 這個度假村還有其他節目的 那自己都是很期待的 那都是會詳盡和大家分享 吹吹水的 那機場這個food court 那些食物就不是太貴 可以接受 那出來來這裡 還有一些打卡拍照的地方 那我們的行李就放在這裡 那今團有18位團友 那就是相當開心 那又碰到有幾個網友 又看開我的郵寄 那有幸大家一齊出來玩 絕對絕對絕對是一種緣分 他們說很開心 其實我更加開心 因為那麽多人陪我一齊出來玩 那我重新那兩點出來玩 少些比較少些計較 放鬆心情去玩 再講一講這一團的資料 馬來西亞都是很多不同類型的景點 之前比較出名 又是天空之鏡 這次永康都有三團 有一團都是玩吉隆坡 但不知道玩哪 有一團是玩檳城那邊 我們這次都是玩吉隆坡 那一團吉隆坡不知道是不是玩新加坡 我們沒有新加坡 但是我們在吉隆坡最後會住兩天 那這團都是不錯 那邊有酒店和食 看行程都幾好 有很多網友都說 你出來跟團出來玩 有什麽好玩 那你都知道我 身為一個旅遊達人 不是達那個 是達下來那個 我跟團出尖沙咀也當失路 那我跟團出去玩 你剛才看行程 其他事情你就不用煩 那我又沒什麽所謂 但是一大盆人一起玩 玩得幾開心 大家看我土耳其的遊記就知道 那在這裏下去就是上車的地方 這次十八位團友 不知道我們的車 是不是精裝出來的 我現在都很緊張 但是我在這裏看上去 只看到一架大巴士 我很期待是這架 後面還有兩架 看不到 一來到機場 問一問領隊有多少團 十八位 哎呀 心裡打個凸 怕是那些小車 現在還是有少少震 希望是那一架 終於都踏足馬來西亞吉隆坡 一出到來 那種熱的感覺回來了 頑固現在拍在這裏 有一二三四部車 四部都是大車 之前精裝催女仔那種疑慮 完全釋除 噓噓噓便來到這部車 記存了行李 一上到車就相當之開心 十八位團友坐五十座的車 一上車有什麽要做 第一時間開冷氣 接著 領隊派一人一救 喝水 領隊還是努力派水當中 相當興奮的心情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去阿熱帶地方 為什麼 那些不可以冷 你看到土耳其那些 冷到冷又說不到 麥克風又收不到音 又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又不知道自己在拍什麼 來到又不同 雖然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拍什麼 但是難免那種興奮心情 那現在就準備出發 車程大約四十五分 我每一次都是車尾最後那個 我車前面的五行 是完全是一個荒島 沒有任何人客在這裏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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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領隊就說了少少少馬來西亞的歷史 今天就4月23號 原來就是馬來西亞新年的第二天 就叫做年初二 你說開心不開心 那大家來到馬來西亞 其實最期待的一樣東西是什麽呢 是生果 生果當中 有一隻叫做果王 有一隻叫做果侯 那大家都很清楚 果王果侯 都可以喜歡吃榴槤 就絕對是會很期待 但是 在馬來西亞吃榴槤就很有趣 它一定是沒有香港那麽貴 我記得我上次來的時候 那些團友去到阿萊美食街 一下車 甚麼都不理就買榴槤榴槤 好像就不知擺多少錢 去任你吃的 但是一件事就是 你不要帶上車 不能帶上車 不能帶回酒店 第二個就是果侯 果侯叫做山竹 山竹 我都不建議大家帶上房吃的 這個山竹很有趣 它的殼下面 會有些紅色的液體 一貼了床單 就很難吃掉 坐了大約35分鐘的車程 現在就快來到度假村 看回到馬來西亞吉隆坡一帶 是郊區的景致 整段車程 導遊都沒有停過 講解馬來西亞的風土人程 有些甚麼玩 甚麼吃 跟團最後一件事 就是你會得到很多資訊 馬來西亞到底有多大 原來由沙巴坐飛機去吉隆坡 都要三個小時 你可知馬來西亞有多大 到了到了到了 千呼萬喚此出來 來到我們今天的度假村 好期待 在這邊看出來 就已經延綿沙灘一帶 我們今晚會出去沙灘玩沙灘車 全都包了 殺那間來到酒店的大堂 有少少的歡迎儀式 東南亞酒店 有一個特別 一定會有迎賓飲品 到處找一下 就講就道 看到甚麼飲品 類似火龍果汁 現在天時 整一口 相當少少 不喜歡喝紅色怎麼辦 橙色 連橙色都不喜歡 索性不好喝 為甚麼 你看到景色 就不想喝 好美 大家看看 現在未日落 馬來西亞日落 今晚7點 現在5點多 看看這些美景 夢寐以求的高腳屋 近在此尺 怎樣進去呢 坐車 住都要拿鎖匙 鎖匙都是一個信封 裡面兩張時卡都是很有型格的 現在我們就截車了 截的士不用錢 現在導遊說 我們這團還有東西玩 玩甚麼呢 玩在馬來西亞 一個很特別的 叫做立宴 由於我們都掛著玩車 這個立宴已經 成為一份禮物 回去給小朋友玩 differently 從ica 車 有點令人 超賦去做運動 由於擦路走 不自于 做的時候 icip 足夠的當然 confusion 地方 集大 慢慢走,這裡絕對有馬爾代夫的度假感覺 走進來比Dixon港的高腳屋更有詩異 大家看看,全部都在海面的別墅 現在繼續,別墅9號,外星人的GPS雷達已經探測到 聲音便到了,來到門口 一進來急不及待看看徒生路線 這裏不是徒生路線,這裏簡直是一張床寶的地圖 這樣形成一個蓮花形狀 我們都是幸運,住在頭,如果住在尾的就一定要坐車 今天有很多人 首先一進來左邊,一個大梳化的位置 還有一個迎賓果盤 梳化旁邊就是床的位置 我們都是叫做一張大床過的 雖然說兩張拍在一起,但還是很特別 有什麼特別? 大文像,幸好沒有接榴槤給我 還有一些迎賓自據 床正正對著就是一部大電視 這間高腳屋進來都會比較暗 但是我覺得沒有迪神港的那間很特別 我們看看廁所 廁所一開門就是一塊大鏡 梳洗用品一應俱全 洗手邊的左邊是座廁的位置 馬來西亞的廁所都是很特別的地方 它會多一個噴嘴給你洗手用 之前有些網友說這個噴嘴用來洗臀部給你洗手 但我又當它用來洗手 接著在廁所走出來對著的就是洗澡的位置 那洗澡怎樣洗好呢 臨浴還是對著無敵海景 你說多正呢 如果加了浴缸一流 在浴室走出來 大家看到床的位置 電視的位置 電視的位置 梳化的位置 接著 亮點就是這裏 露台 這個露台 用一個字來形容 大 大成怎樣 開兩台麻雀 高腳 加多幾個啤焗 重點就是對著整個海景和海灘 我住在這裏 我住在這裏 高腳屋的重點所在就是這裏 我又期待了相當之久 在露台那裏 對著海邊 喝啤酒 我自己出來玩 我好著重一些 海景房 露台房 如果找到這些 度假酒店就相當開心 如果找不到的 有看我上次去澳門的 麗公酒店那裏 都是不錯 性價比高 都是有以上的 對著海 又有露台 這裏 最棒就是 還有一個沙灘 右手邊 看來這邊 絕對是一個打卡的風景景點 剛才在浴室看出來都覺得很有趣 為什麼有這麼多鎖鏈 有什麼作用 看不到有什麼 這裏是否像馬爾代夫那樣 在房間可以即時跳下水 你千萬不要 因為你跳下水後 要游到對面 對面那裏 那邊已經是印尼 游三個月 整個露台 有兩張藤椅 再看回到裏面 正 開心還開心 沒有冰箱 沒有冰箱 有冰箱 但沒有飲 咖啡茶 都會一應俱全 水 水 水煲 都會有 衣櫃裏面 都藏了甲蟻 還有拖鞋 但有一件事是沒有的 知道有什麼嗎 度假酒店最重要的 大家還沒猜到 沒猜到 不要緊 我馬上開猜 是肉袍 那我怎麼走出去游泳呢 在房間 放棄了一陣 就回到大堂 約了導遊 整團人一起玩 一個叫做ATV 我起初以為是唱歌 原來是沙灘月野車 這個月野車行程都包了 至於這團有什麼自費節目 剛才導遊都說了 有三個自費節目 140元馬幣 都是在馬龍甲那邊 賣個關子 去到玩才再跟大家吹 臨玩之前都是儀式滿滿 一人要填份 所謂生死狀 都是一份免責證明書 這份證明書不是只玩這個 我在海洋江譜號 玩的充浪都是要簽的 那去沙灘玩有什麼準備 二話不說 換你拖鞋 我想這隻拖鞋很久了 差點想換拖鞋相機 那這裡除了ATV之外 那不玩遊野車是什麼好玩 我的強項 單車 這裏單車很開心 它是免費的 你給下20元按金 任你踩足24小時耐力賽 你會開心嗎 期待已久的 椰林飄香 馬來西亞什麼多 當然是椰子榴槤多 第三 第三就是美女 剛剛踩到沙底 哇那些沙 好像粉 那些沙很難洗 這些沙很難洗 但是很舒服 踩下去 現在就 噓噓噓噓聲 前面這裡玩什麼 玩射箭 這麼特別 射箭不要管 我們住那個度假屋 很漂亮就在這裡 這邊看看更宏偉 旅行團每人包一架 你可以兩個人坐一架 這些預野車 都不是客氣的那些 有沒有看看土耳其那些 這架在土耳其都有人玩 但是很貴 這裡旅行團包一架相當開心 自己來玩多少錢 20分鐘 我不知道95元還是65元 那就是55元 大概都是這樣 辦完手續後 都是很簡單 都是爛一條帶 一部車的近距離 這部車都不是流的 現在是屬於中間為止 都要入球 都要入球 不知道是否自動球 還是要踩距離子 現在的導遊就詳盡講解 首先就說 上車 Off球 跟著怎樣黑車 最重要是什麼 比喉 和壁力 和一般沙灘越野車 這部車的差不多 再說回 我有學過車 沒學過車 不要緊 看一看摩登保錶 後鏡? Taxi? 極力指牙? 廁所棍 開車 看完摩登保錶 學完車 然後上車開車 一上車就很認真 檢查了波棍 檢查了之後便停車 著了之後便停車了 開車是否很難呢? 不是很難的 你控制好油門 其實就好像單車一樣差不多 玩一下玩一下都是相當刺激 又給油又去 嘩 刺激了 追前面那輛 追前面那輛 不停地這樣玩 不停地這樣玩 真的相當不錯 後面還有超級美的日落景致 超級美的日落景致 在這裡玩越野車 看完這麼日落的景致 現在便走回度假村 吃我們今晚的自助晚餐 剛才導遊都說了 不要期望太高 但有一件事就是 啤酒喝喝 多開心 在酒店Lobby 換換走進來餐廳 餐廳 餐廳這裡是一個什麼位置? 大家看到地圖 你都看到 它呈現一個蓮花的形狀 正正是中間圓形的位置 就是餐廳 自助餐 明早早餐 都在這裡 集合所有的團友 我們便準備進去 進來餐廳 整體都頗特別 這裡還有Live Band Live Band 後面就是游泳池的位置 這個泳池 打卡拍照就一流 池海一色 有高腳屋的背景 真的 我們不要只顧看泳池 這樣 那些團友 已經全部可以跟餐了 這裡的自助餐 最特別就是 啤酒 拿完啤酒之後 原來拿食物 又要去另一邊 一進來拿食物的位置 有麵包區 沙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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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陣容頂盛 沙律區 有十多款不同類型的沙律冷盆 因為這麼天時 吃冷盆最棒 還有一系列的水果 至於食方面 白飯 炒油麵 白飯配什麼好 這個 紅酒燴雞 這隻 這隻 我想燴羊肉 牛肉之類 肉類不適合吃 蔬菜類 近海來說 海鮮必定有 青口 這個又不知道咖喱什麼 咖喱牛腩 另外一款海鮮 我們俗稱這個叫做 日本貓魚 這些叫做大眼池 來到馬來西亞 甜品一定不少 軟軟腫腫 這些 不知道有沒有芒果糯米飯 暫時看不到 但都做得蠻精緻的 見到師傅 慢慢放上去 這邊還有一系列 我先吃一下 還有一些 補充 這隻在馬來西亞 相當成人 本土沙律 不知道叫什麼 羅雜 那些 之類 這個醬 調了一些蝦醬 有辣味 這個就不錯 出來這邊 還有一些 湯粉麵 看一看一看 震營 那 就拿了一點點 食物 那 這間餐廳 你不要看室內環境 這樣 這樣 絕對是不差的 但是氣溫 就真的感受到馬來西亞的威力 這樣 外面周圍都是打卡檢註刺 大家都看到泳池 看看明天有沒有機會出來游水 那我就先吃吃 因為氣溫太熱 啤酒又不少 加上汽水 又找到湯和大家分享 大家看不看到這個湯 之前在澳門旅遊塔 都說過一次 咖哩薯仔雞湯 你說多開心 今晚不要緊 不適合都不要緊 有粉麵 好 慢慢吃 去到差不多八點鐘 Live Band就開始了 都是唱本土馬來西亞歌 吃東西的時間就充足 質素都不錯 味道好 但偏向全部都是咖哩 菜 至於那個湯是辣沙 都是不錯的 慢慢吃完 一會兒回到沙灘 還有一個表演 吃完東西 拿一杯啤酒 回來聽聽歌 都是一傳 我們坐下之後 剛才唱了一首廣東歌 現在又唱了一首《淮舊粵語歌》 你說多棒 你看 任何人 如果演唱會 這些是握手位 慢慢聽了十多首歌 那個人都相當輕鬆和放鬆 現在就緩緩走出去 海灘那邊 出到這裡都是七蟹一片 不然 不然 再看一會兒就不同了 回房間休息了一會兒 9點15分就回到酒店大堂 現在就回到沙灘 看看一個什麼冰火巨演 出回來這個位置 看不到樣子最好 因為什麼 聞到濃濃的燒烤味 我估計都是這間餐廳 我想外面吃燒烤都很棒 很棒 沙灘那間就來到會場 人家這麼多人已經來了 這些火具 近距離看就很有儀式感 很棒 開始之前 點了幾個火隊 我想表演者就已經在了 雖然說黑暗 但現場的氣氛也相當好 準備開始了 最精彩的一剎拿 哇 你看多漂亮 是兩個芯 好棒 現場的氣氛 雖然看不到人 但火很漂亮 哇 這個厲害 好像沒有火龍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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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好像被火包圍一樣 真的很漂亮 最後走到海邊 這個差不多是阿軸 你看 多厲害 真是帶來 很厲害 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專業表演 看完這個 現場的火鬚 就是目不下級 所有工作人員都經過嚴格的訓練 大家當是魔術這樣看 切物不要模仿 這樣 杜交村裡沒有東西買的 你買東西都要在那裡買回去 回到房間喝 我又買些東西喝 買些東西喝 又買少許樂士 又回去在露台 那裡探望露台 看看六甲 又看看六甲的古城 又看看那些美酒店 記得留意 下一集 我什麼時候都說 懂得看片尾 做兩罐泰啤 在露台那裡 看出去 外面就煙花閃閃 我繼續在那裡探望海景 片尾就是這麼享受 你知道嗎 他可以接受一下 那個人不斷 在露台那裡 有一個關係 就能夠感受到 可以接受到 我們來討論一下 你怎麼回事